你看这张啊 这是你高中毕业 进入直高的照片 那会儿你就比我高了 这怎么看起来很 这怎么看起来很 都不怎么高兴啊 能高兴吗 你想考大学 你想考大学 还想到外地去上学 正我拿工得起啊 所以就逼得你上了直高 现在想起来 妈是有点自私啊 直高怎么了呀 有手有脚 还怕找不到工作 你成绩好啊 总是全校前实名 要不是妈呀太穷 负担不起 妈也不至于耽误你的前途 那你肯定受了不少苦吧 你可从来没问过我 受过多少苦 你要总是埋怨我 说我爱手爱脚 耽误你的前途 这是谁啊 两个人长得好像啊 我不会还有个姐姐 或者妹妹吧 行了行了 咱不看了啊 收起来 不看了 妈 我找了你们好久 没想到你们在这儿 我这不是 你从家里翻出了一本老相册 我这帮着英素回忆回忆 是吗 这没准啊 能想起一些以前的事呢 想起点什么来了吗 记忆这个东西就要是慢慢来 对吧 不着急 今天英组出院 我过来办出院手续的 这 这么快就出院了 对 伤口恢复得不错 回家以后别沾水 注意多休息 妈 您刚才还没说 照配上的那个女孩是谁啊 为什么都没有人提起她 妈 妈现在不想提那孩子的事 等 等你回头记忆恢复了 妈都告诉你 知道了 英素 你要是不想回江家 你就跟我说 你看你这病还没好呢 你这么急着出院干什么呀 你要是不想让我回江家 我就跟你回家好不好 妈不是不想让你跟我回家 那个江家上上下下 对咱们都不薄 你要是跟我回去住上 两三天哪 妈没什么意见 可是你要是老在我这住着 我这街坊邻居的 我也抬不起头啊 也不明白江家到底有哪儿好 为什么那么想回去 英素啊 你要是真的不想回江家呢 你就在医院里面住着 这医院里面有医生护士照顾你 妈也放心啊 一起住在医院里 我还是回江家吧 妈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妈 回来家以后什么都放心 要不你也回家两天 照顾着我她 我 我住到江家去 那 那博儿也不好对付啊 我看我还是别给英素添麻烦了 妈 你别担心 我会跟江村回去的 你不用陪着我 英素 你要是实在在江家住着 不舒服呢 你就回麻烦来 再麻烦住上两三天的 嗯 英素回来啦 英素回来啦 行李是放先生房间还是 放我房间就行 我是说 我刚从医院回来 还不习惯跟别人睡 我想自己一个人睡行吗 英素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 没问题 正好大夫也说你需要静养 把她的行李放到她的房间就行 你 你看我干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很好奇 我本以为 你会趁这个机会 让我同房 你 你想了没 英素 您这包裹 都一个多星期了 还没拆啊 都一个星期了 可不是嘛 你肯定是忘了 要不要拆它呀 不用了 你就先放那儿吧 好 我帮你吧 我自己收就行 不然我找什么东西 都找不到 哦 行 喂 妈 哎 英素 你回到江家还适应吗 他们对你好不好啊 放心吧 我都挺好的 那就好 妈给你煲了鸡汤 明天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 妈 你别跑过来了 跑来跑去都怪辛苦 妈没事 只要你好 妈就安心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也不知道姐怎么还不回来 给她打电话也不接 以前的时候 天天盼着你什么时候回来 可现在 反而希望你晚回来几天 对不起啊姐 有妈妈关心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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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扫一下呀 阿姨被我捏走了 这做饭做得也太难吃了 我可忍不了 不是 你 你怀着孕呢你 你吃饭是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阿姨多重要吗 现在找人很难找她 那说明你找得不好啊 那要不然这样吧 让你妈来好了吧 自己亲妈都放心 这让我妈来干嘛呀 我妈还要照顾霍芝呢 再说了 我妈要是走谁看着霍芝 不是 我就搞不明白 你干嘛非得看着霍芝呢 实话跟你说吧 我让我妈回去照顾她 就是为了给霍芝 亲戚妈的机会 因为我知道她 从小就缺少母爱 只要把妈留在她身边 她肯定能踏实留在姜家 行吧 行吧 行 我再 再给你找个回来啊 你给我站住 我前两天是你想的事 你想要怎么样啊 还 还在想 你想什么呀 你想 天天找房子找保姆 能不能干点正事啊 你想好怎么对付江村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最近情绪不太稳定 是因为惦记了江村 那你不能逼我犯法是吧 行 你黄家文 我指望不上你了 自己想办法 醒了 二大 正好 来 把这碗热汤面给吃了啊 我不想吃 你搁那儿一会儿吃吧 行 那一会儿吃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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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送你回来的 是你的女朋友啊 那个叫姜波尔的 她家里情况怎么样啊 父母是干什么的 她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呀 你说什么呢 什么女朋友啊 别骗我 不是女朋友 大半夜的谁送你回来啊 你那一晚上没回来 是不是也跟她在一起啊 你别瞎叹了 行不行啊 跟自己妈 有什么难为情的呀 我看见她开的那辆车 就是上次停在我们家 车位的那辆 还狡辩 儿子 儿子 妈同意 妈赞成你们俩交往 我看那女孩啊 同情达理的 还会照顾人 你娶到她 是你的福气 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 请她吃顿饭啊 你喜欢她 你娶她呀 你先出去 我换衣服上班了 妈跟你说这么多呢 赶紧 赶紧 跟她出去 好好 不问了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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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再说最后一句 现在像她这么好的女孩 肯定追的人多了去了 你上点心啊 要被人家撬了去了 有点后悔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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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面 吃面啊 趁热啊 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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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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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人不是说不认识 我们不回江家了吗 现在还不是回来了 装模作样博同情 秦英素 你现在端位越来越高了 你别搞错了 这不是我要回来的 是你哥让我回来的 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 装失忆 博同情 你以为这样就能和我哥 破镜重圆啊 别做梦了你 你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 我看你还能装多久 不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管以前的秦英素 跟你有多大的丑 但是现在是你哥 让我回来的 在名义上 我还是你的嫂子 所以请你以后说话 方尊重你的 行啊 你倾诉 你失忆了不起是吗 就敢这么对我 大呼小叫的 是你在大呼小叫的 我什么时候 老二 你嫂子还没恢复 你别招惹她 她怎么没恢复好 明明就是装的哥 你看不出来嘛 她是不是装的 你别招她就是了 好 我不招她 你也是 她是个孩子 你什么都别说了 她不招惹我 我不会恶她的 我累了 老杰啊 先生 什么事 老她记得在周末 记得准备东西 这是清单 哦 好 秦英素 她敢跟我装失忆 你信不信 我肯定能找出破人 拆穿你 喂 喂 你酒醒了 我等着你一天电话呢 姜伯 你赶紧把微博上 照片删了 照片 什么照片 你想什么呢 那照片能随便贴吗 怎么了 我发你照片 要跟你丢人了 还是怎么着 本宫要能看着你 那是你的荣幸 你应该偷了乐才对的 你要想让我删出照片的话 你明天来找我 我接着人跟你认识啊 喂 哎呦这沈领生 竟然还怪我电话 还挺有脾气的嘛 本姑娘就喜欢有脾气 给博尔打电话呢 说什么了 妈 你别叫那么亲热 跟人又不熟 一回生两回熟嘛 以后啊 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妈 我再认真严肃地说一次 我跟姜伯什么关系也没有 行了 你手机里的照片我都看见了 除了那个霍芝 你什么时候跟别的女孩子 拍过那么亲密的照片啊 我给几个阿姨都看了 他们说呀 这个女孩子特别配你 比那个霍芝 不知道抢了多少倍 妈 你说什么呢 你妈呀 把你跟那个姑娘的照片 都传到微博上了 什么 放微博 妈 你赶紧把照片删了 这样小植可能会看到的 看到就看到 我就是要她看到 我就让她知道 我的儿子只有这种女孩子 才配得上 让她彻底死心 现在不肯死心的是你儿子 霍芝根本不想见我 那正好啊 一刀两断 干干净净 我跟你说呀 姜伯儿这个女孩啊 真的不错啊 我那几个朋友看了 都夸你有本事有眼光的 你喜欢她 你娶她 你娶她 我要是能娶就你啊 这 这 这你看看 就是 不是好人心 对呀 什么呀 这事 你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干活吧 那你万一要是找个金发碧眼的洋妞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的 小植 你就当是为了我 暂时先答应我妈 跟我们把证领了 到时候 你想怎么样都行 好吗 英素啊 你以前啊 可是最喜欢逛的了 这出了院 天天闷在家里怎么行啊 要不我陪你出去走走 透透气 我正好先生 让我去买点东西 明天要跑好几个地方呢 你要准备什么呀 老太太的记日快到了 每年这个时候啊 都要准备一些东西的 记日 原来你家村妈妈去世了 怪不得一直都没有人提起 可不是嘛 都去世快二十多年了 想想先生也挺可怜的 从小就没了娘 老爷子对她管教就特别严 这样吧 跟家村的关系不好吗 我觉得看起来还行啊 看来啊 你可真是失忆了 连这都想不起来了 他们俩的关系呢 也说不上不好 好像是先生啊 以前挺皮的 不太听话 老是跟老爷子对着干 哦 对了 三年前啊 出了场车祸 差点命都没了 后来两个人的感情呢 倒是缓和了很多 先生呢 也听老爷子的话 掌管了公司所有的生意 这两年呢 老爷子住在疗养院 家里 家外 所有的事情啊 都是先生说的算 原来是这样啊 好了 床都布好了 您早点休息 我明天一大早要出去 您要是想出去走走呢 您就告诉我吧 嗯 那明天早上 我跟您一块去吧 我一大早上就出去了 那又怎么了 您可从来不起早的 是吗 嗯 可能这一天 在医院早起惯了 而且早上起来空气好啊 就这么定了 明天你把江村妈妈 寄着需要的东西 你列一份单子给我 我跟您块准备 啊 又怎么了 我好歹是江家的儿媳妇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好好好 那行 那我明天早上来叫您 嗯 英素真变了 怎么这么热心肠啊 看什么呢 哦 英素睡了 哦 今年的鸡盆 一定要准备再惊喜一点 嗯 去年鲜肖小馄饨没有准备 今年一定要带上 您放心吧 上海那块地你打算做什么 那块地地处黄埔江畔 位置极下 我已经通知了法国 知名的设计师 江畔豪宅 豪宅就算了啊 唐晨一品做过的事情 我不想做了 做酒店 嗯 为什么 公司要做强做大 各种业态病权 那是很重要的 我要从这个项目开始 进去酒店业 让别人也看看 我江家 做酒店也是行的 老头 江还是老的辣 听你的 明天就是你妈祭日啊 准备准备啊 准备好了 好 放心吧 应该让音速跟到你一块 办你的事 修复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哪懂这些啊 胡安来了 胡安 爸 你只要去叫我过来 我还以为您出事了呢 你 你这个丫头 怎么说话的呢 这就是在家 你要是以后嫁人的话 可不能那么瞎说八道啊 爸 嗯 我以后才不怕呢 不管我干什么事 都有爸给我撑腰 哼 要是爸以后不在呢 爸 您说什么呢 您长命百岁知道吗 早走晚走 都得咬走啊 只是 走了以后啊 你们兄弟俩可要互相照应啊 行了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照顾好伯儿 好吗 您长命百岁 好好的 嗯 谁用你照顾好 照顾好你老婆得了 伯儿 跟你说了多少次啊 就算你不把音速当做自己人 也不能那么过分啊 那毕竟她是你嫂子 知道吗 知道 我知道啊 你们兄妹俩为了起因素的事情 闹得有些不愉快 所以今天把你们都给叫过来 当面要给你们说一下 以后不管什么时候 你们要记住 你们是兄妹 好 兄妹之间 要互相扶持 不能有隔夜场 啊 说我太过分了 息中了些 没有了 都怪我 我不应该跟秦英俗吵架 好 这样就对了 对了 你怎么说 你怎么突然就出去了 你怎么突然就出来了 你怎么突然就出来了 你怎么突然之想吧 你猜不知led 你他就是指的 你怎么突然就伤了 你有惹了 那个手这儿 你不知道 对了 你怎么突然可以 那来 为什么呢 你都怎么突然 就是想把你留在他身邊 波兒 你想啊 就算是這樣 也僅僅代表著一個妻子 想努力地把自己的丈夫 留在身邊嗎 這沒什麼不對的 哥 你為什麼還是不相信我呢 我們一會兒可不可以 不要為這些事情而吵架了 行 現在我說什麼都沒有用 不過哥你記住 我一定有辦法 讓幾天速露出馬腳 我先去 馬姐咱還要買點什麼樣子呢 平素 買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還要買啊 這不用怕算啊 買一個正面 這都快到臨近保值期了 你以前交代 一定要買新鮮的呢 是嗎 嗯 管他呢 那個江村那個清單 還有什麼呀 哦 都準備齊了 嗯 哦 老夫人 最喜歡吃的那個鮮蝦餛飩 我去年忘買了 今年一定得買 哎呀 不用買那個速度呢 我會包 你會包 啊 你什麼時候學會做飯的 嗯 我早就會了 再說了 我以前不做飯的嗎 每天逛街多無聊啊 哎呦 您平時啊最愛逛街 旅旅遊 和太太們喝喝茶 做個公共公義活動 我沒見您做過飯呢 也許是你太能幹了 我也沒理由我吃地啊 音速 你就像變了個人一樣 這嘴真甜 管他呢 凡人以前的事我都不記得了 走吧 嗯 忘了好 好 情音速 別以為我爸和我哥相信你 我去拿你們一車 我早晚有個停 我找到一個辦法拆穿你 我吃錢怎麼都沒有想辦法 這一招對我情音速的話 最有效 等著吧你 進來怎麼不敲門啊 我懶得敲你 怎麼剛才火還沒發熱 我答應了爸爸不生你的氣 我姜博爾說到做到 你現在什麼態度啊 你剛剛是不是答應了爸爸 要照顧我的 你說要算不算數啊哥 想要什麼說吧 放心 用不著你才出血 我就想帶你去見一個人 誰啊 這個人可能是 你未來的妹夫喲 天啊 你的男朋友從小到大 我見過多少個了 沒有一個靠谷的 爸身體不好 你身為我哥 當然要替我把關 你就說你去不去吧 行安排吧 不用安排 就今天 今天 今天不行 有多事沒忙完呢 沒關係啊 我可以在這兒等你 等你忙完 好 哥 我手機沒電了 聽到你手機哦 用 林素 你晚上想吃點什麼呀 我先送過我發微信說 約我再KTB見面啊 你怎麼去呢 那KTB那有啥事啊 你知道嗎 先生以前的朋友 過生日什麼之類的 你都要去捧場了 你可不能不去啊 我那先生下不來台的 我才不去碰碰他 林素 您雖然以前的事情呢 不太記得了 但這表面工作 該做還得做呀 要不的話你幹嘛 要回江天 來 吃吧 林素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哥 我親哥 這些都是我最好的閨蜜 這是小美 娜娜 勒喜 這小嬌 漂亮吧 要跟你認識 你一會兒都可不去 對 他獨路上一會兒就走 我們先嗨起來吧 天啊 今天晚上走 明晚又改天再見 不好意思 客氣 你起來 你快點 別走給你 天啊 你快點 老輩子 林素 這不是嫂子嗎 林素 你怎麼來了 我來 給大家介紹一下 她呢 就是我最最親愛的嫂子 她也是我閨蜜 不過是我上一代的閨蜜 只要你們努力 就有機會成為我大嫂 我說什麼呢 江村 你這麼著急把我找過來 就是為了給我介紹 你的女方 你給我 嫂子 別走啊 來都來了 還不喝一杯 快來 來 來 不多 蠢的 哥 走吧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給我發短信 讓我來KTV的人 應該不是你 就算江村再混蛋 也不至於偷信的時候 叫自己的老婆來參加 我江博爾 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沒想幹什麼呀 你以前 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會很想認什麼 有錢人嗎 大家要在一起去去救了 閉嘴 你在胡鬧什麼呢 現在高興了 天天弄這些 低級驅惑的事 你坐 哥 哥 哥 你清醒一點好嗎 我最了解秦英素了 他現在根本就是 裝失意國同情 只有你把他當寶貝一樣 護著他 這些你已經說過了 你跟秦英素 如果是真心相愛也就算了 你明明就不愛他 為什麼要把他留在身邊呢 我看得出來 這兩年你一點都不開心 你不就是要證明 他沒有失意嗎 現在你看見了 他跟以前的秦英素 根本就不一樣 你要怎樣 哥你別做夢了先 就算他失意了 他也還是秦英素 行了 以後我的事你少管 你不膽量 你頂著 你哪兒 你煩呀 去看電影 我慶祝你 我一定有 新駕妾 那你不覺得 你很無趣 你別說 你會知道 你他們是 所以 這麼多人 你不知 我家會 有這件事 我沒辦法 越渺越黑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你不要跟我说话啊 我心情不好 继续安慰我 我都不知道 你出什么事了 我怎么安慰你 你来了 所以就等于安慰我了 因为你在乎我 所以你亲爱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我之所以来 是让你把照片删了 你怎么把照片 发微博了 我是你女朋友 为什么你给我发微博了 什么女朋友啊 你吻了我啊 所以我是女朋友 姑奶奶 你短片了 是我的错 别耍我了好吗 你尝尽把照片删了 你让我怎么安慰你都行 好吗 嗯 我偏不 哎呀 哎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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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妈 妈 我们 有了 你 你 来 英素回来了 我帮你准备吧 就装这个是吧 嗯 英素 您是不是 又和先生吵架了 我才没工夫跟他吵架呢 长辈 好歹是长辈 这么多东西 我还是要准备的 我情素才不会 因为一个混蛋僵酸 就情绪失控 英素你说什么呢 我都糊涂了 你回头做好了 英素 您要是心情不好呢 您就先上楼 我自己做就行了 不用 该准备的 我一样都不会落下 不该我准备的 我绝不妥协 您怎么净受 像莫名其妙的话 我越来越听不懂嘛 大夫不是说了吗 我脑子还有一块血块 所以糊涂很正常 您尽力给我开玩笑 行了 就这些吧 那我就先睡了 哦 好 小馄饨 你也早点再煲吧 这样吸一下 哦 好了 大夫 您子里还好 您这儿 您就会 您怎么办 是吗 英素可真行 样样都准备得精细 怎么把他累的 都上床休息了 是吗 博尔 博尔回来了 博尔打电话说 他不回来了 博尔每年今天 都不回家的 早点休息 走吧 都几点了 我明天还上班呢 你只要陪我到十二点 我就放你走啊 然后我把微博照片甩了 谁惹你肚子气啊 你冲我发火干吗呀 你看啊 还有不到一分钟 就十二点了 你要说话算话啊 删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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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小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这 今天是我生日 我从五岁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 过过生日了 因为那一年 我们家里有人去世了 他们对这个 就绝口不提 你怎么搞得 自己跟 悲剧童话故事里的 公主一样 你不会是演戏给我看吧 陈吏生 你祝我生日快乐吧 我会记你一辈子的 因为你是第一个 陪我过生日的男朋友 要不 咱们喝点酒 庆祝一下 才喝 好不容易清醒一回 你那酒量 我可是知道的 相信你又喝多了亲我 你说你 你过生日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好给你准备 生日礼物吧 对我来说 只要有你在 跟我说生日快乐 陪着我 就是给我最大的礼 行行行 你听好了啊 我现在 特别真诚地跟你说 生日快乐 要不 我给你唱首生日歌 好 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 其实又是 相爱很短 祝你生日快乐 其实又是 相处更难 我和你维系的坦然 反面看却也心酸 Bether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有一个安全感的人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那就用爱来交换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呢 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呢 别动 别跟我欧气了 确实是不耳胡闹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跟你道歉 你不用跟我道歉 你应该跟秦英素道歉 你不就是秦英素吗 我给你道人谁道 说实话 我还没做好当秦英素的准备 我是说 我还没做好当姜太太的准备 倒是你 做老公的 背着老婆 跟一帮萝莉唱唱跳跳的 真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走吧 差不多了 别让爸等了 马杰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胡二不去吗 胡二今天不去 快点准备好了 抖你的手 大家好小明 这是 今天这场节 像支持 前人留下来 对我们这些文化围保 来致敬 今天是最后一场 有哪些朋友 嘉雯 嘉雯 停 來人呢 快來人來了 來了來了 太太啊 王先生 王先生 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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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雯 打電話 教教我生快點 快 行行行 我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 我不能餵我的孩子 什麼事 什麼事 我的孩子 別怕別怕有我的 快點快點 打透了沒有 透了透了 我們這是玫瑰溪源 先生多少洞啊 五洞五洞 五洞五洞 快點快點 我們這出人命了 出人命了 黃先生 您太太先天恭敬口松弛 這胎兒一大 很容易引起滑胎 以後這幾個月 多臥床休息 減少運動量 如果再次摔跤 很容易引起流產 林宿 孩子沒事吧 媽呀你怎麼來了 你先別著急 孩子沒事 孩子保住了 嘉雯遇過打電話呀 我就趕過來了 這孩子沒事就好 醫生啊 孩子沒事了 那我女兒還好吧 剛才說過了 這幾個月多臥床休息 減少運動量 如果再次摔跤 很容易引起流產 英宿啊 媽就不該走 在你生之前 媽就應該待在你身邊 媽得照顧你 媽 那 那霍池那邊 你放心吧 這些日子我看著 霍池那邊還行 挺安穩的 也是 我這邊 也確實離不開你 媽 你跟大夫去幫我 辦出院手續吧 反正也沒什麼事 不想待在醫院裡 行吧 那醫生 咱們走 好 你怎麼了 想什麼呢 你說得對 這事兒不能再拖了 為了你跟孩子 我得做那什麼 你決定動手了 我只是想讓你知道 不管我做什麼 都是為了你跟孩子 沒想到 你家人 為了你 這是不需要的 幾千萬一 那時候 去了 你說 一千萬一 你能盡 怎麼連呢 那時候 怎么了 昨天还好好的呢 酸 马 来 先坐 扶一下 来 慢点 放心吧 给你妈绝功吧 妈 今天我们给你备了 最喜欢吃的上海鲜香馄饨 我们结婚了 好 你们孝敬你妈 你妈也看到了 丁硕啊 头还疼吗 不疼啊 谢谢大关心 这还小得起来 没事 慢慢来 国内现在的医疗技术 好得很 我听说 有一栋疗法 可以把记忆找回来 爸带你去 谢谢爸 走吧 咱们回去给伯儿过生日吧 好 好 吴